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今天对罪犯孙小果执行死刑 孙小果于1995年12月因犯抢奸罪被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生效后孙小果父母通过伪造病例帮助孙小果非法保外就医 导致孙小果被判刑后未被收监执行 在非法保外就医期间 孙小果又于1997年4月至11月犯强奸罪 强制侮辱妇女罪 故意伤害罪 寻衅滋事罪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2月一审对孙小果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于1999年3月作出改判 判处孙小果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生效后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作出再审判决 改判孙小果有期徒刑20年 因发现该案原审过程中审判人员涉嫌受贿 逊私舞弊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再审决定 对该案涉及原审被告人孙小果的犯罪部分进行再审 并于同年10月14日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 该案再审期间 云南省预期是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 孙小果2010年4月出狱后 诱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设赌场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罪 妨害作证罪 行贿罪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 孙小果不服 提出上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 维持原判对孙小果的定罪量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依法公开宣判 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一审判决中 对孙小果的定罪量刑 与孙小果侵犯罪行所判刑罚合并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合于2020年2月12日作出裁决 核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复合认为 孙小果在犯强奸罪中 具有强奸妇女多人 奸淫幼女 在公共场所劫持强奸未成年女性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当众实施强奸 强奸再犯等特别严重情节或从众处罚情节 孙小果犯罪手段极其残忍 犯罪情节极其恶劣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主观恶性极深 人身危险性极大 依法应当予以严惩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审判局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与新罪所判刑法进行合并并无不当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 依法安排罪犯孙小果会见了近亲属 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